所以我對國家的感情是複雜 我複雜是正統的國民黨 也是當年中國社會 變改中間的一個很重要的地盤 四川軍法 軍法? 軍法呀 叫什麽? 四川軍法 尹靖夫 尹靖夫不是 尹靖夫是軍法中間正在 從軍法過渡到國民政府 這個世界的一個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買了你那本書 就是你們隱世的 我就是要更了解一下 你的一生的背景 你那個時代就是知識分子的 他們自己的一個自動自防 對對對 就是等於說 從我父親 我們家庭來說 他說這個 祖父是個大地主 每天要收五百多彈果子 那個彈是一百五十斤一彈 平時代彈大 算是個比較大的地主 從川西來說 因為川西來說 因為川西有很多土地 是不種古 不種古 種包補 種玉米 這都不算糧食的 都不算地主 主要是收地主就算地主 我祖父是個比較大的地主 我父親是北大 北大 這個 他們說是農學院 第三期 農學院三期是北大 農學院第一期 就是說 我父親當年 從四川到 北京大學讀書的那個政治背景 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當年 最早起來 唐口號的一批人 所以 我父親是這個背景 到了我這個年代的時候 我說一個好笑的話 我們小學 小學都 都說每個週一 要孫中山先生 要總理講話 總理講話 總理啊 頭一句話 那個老師就說 穿過同胞 聽見嗎 穿過同胞 叫我們是穿過同胞 你就想像那個 當年的歷史背景 對我們學生來說 灌輸的歷史背景是什麼東西 我們就是 從這種背景中間成長 大的 那麼 然後 偏偏我們就是討厚娘 你看我們已經 已經是兩萬兩 偏偏踩開